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洛书被虚空中的力量卷住 他的灵眼都渗透不出去 就更别说神念了 感受到洛书不断在戒雨之间穿梭 莫无忌心中暗叹 只能继续闭上眼睛努力恢复一些修为 数年的时间过去 莫无忌依然无法获取半点仙灵气 同样 他的神念也仍旧无法伸展 神念不能伸展 那就意味着不能拿出丹药疗伤 不能用丹药和仙灵气疗伤 伤势虽然缓慢恢复 但是那种速度实在是让莫无忌都有些无奈 不过莫无忌的心情还算不错 虽然他知道因为虚空裂缝的原因 洛书可能裹着他离开了仙剑 但是他并不在意 至少他的心愿已经达成 他在落进宁魂仙穹池的时候 已经看见了陈书音的魂魄和肉体相融一处 一直以来 陈书音的陨落就是他难以原谅自己的一个枷锁 当初他若燃烧生命 也许可以带着陈书音离开的 因为他也拥有风顿术 尽管当时还比不上陈书音的大风诀 却也绝技不差 只是被困住的时候 他只想着杀一个构本 杀一双赚一个 没想过要燃烧自己的生命逃 崩了一下 一阵阵撕裂耳膜的声音不断传来 莫无忌心头大惊 他知道 这肯定是洛书带着他以恐怖的速度 穿过了一道虚空界域 否则的话 洛书里面是感应不到的 莫无忌也清楚 这应该是和他没彻底练花洛书有关系 还好这是洛书 若是换成别的法宝 恐怕早就被撕碎成渣了 这种嗡嗡的声音 足足持续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失去修为的莫无忌忍受不住 最终只能晕了过去 当莫无忌再次醒过来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挣扎了一下 立刻感受到了洛书外面的力量 消失无踪 莫无忌聚集了这么久 神念也无法聚集起来 只有一丝丝的神念在深周环绕 连楚神洛中的神念都消耗一空 而这一次神念还无法让他马上打开戒指 有一点莫无忌可以肯定 这已经到了一片陆地了 他只能咬破自己的手指 地下几滴血在洛书上 强行聚集意念 让洛书恢复了原先的大小 一道刺眼的阳光射下来 莫无忌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浑身舒畅 随即他就惊异地发现 这里没有仙灵器 不但没有仙灵器 连最普通的灵器都没有 难道自己到了一个寻常的繁俗世界 莫无忌赶紧将洛书贴身收好 他站起来四处张望 他所处的位置似乎是一片已被收割过的麦田 一些零散的结感有的到处都是 几只不知名的小鸟 正在麦田中寻找残留的麦粒 尽管知道自己可能被带离了仙运 但莫无忌看见眼前的场景 心中仍旧已沉 他不但被带离了仙界 恐怕连修真界也和他无缘 一般的修真界和仙界 基本上是看不到这种大规模麦田的 无论是修士还是仙人 都是以天地元气为根基 除了少数聚会之外 很少会去吃那些五穀杂粮 就算是那些聚会 吃的也都是蕴含大量仙灵器 或者是灵器的食物和各种灵果 莫无忌看了一下自己 衣服破破烂烂 被宁魂仙穷齿腐蚀的肌肤处处都是斑痕 看起来触目惊心 就连脸上也有一些可怕的痕迹和干涸的血槽 整个人犹弱是从火堆里刨出来的 感受到这个模样 莫无忌反倒是松了一口气 他的肉身能保住 完全是因为那张洛书 慕容湘雨给了两张洛书他 对他的帮助等于救了他一命 哪怕他知道慕容湘雨为何送两张给他 他的心里还是成了慕容湘雨的情了 戒指中的衣服拿不出来 莫无忌只能走到不远的河边 将自己稍微清理了一下 知道这里没有半点灵气 莫无忌还是坐下来 奴隶修炼得适了事 事实让他很是失望 这里的确是没有灵气 不过莫无忌却在修炼中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气息 只是他的实力还无法感知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气息 停止修炼后 莫无忌小心翼翼走出了麦田 至少他要找个人询问一下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远处的马路上 一辆极为拉风的跑车呼啸而过 让莫无忌惊异的是 那辆跑车在中途居然飞越了一辆较慢的车 难道自己回到地球了 这才多少年 地球的科技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了吗 没这么巧吧 他正想着应该如何回到地球 这就回来了 这时一名胡须半黑半白的老农走了过来 莫无忌赶紧上前 请问老伯 这里是什么地方 老农见莫无忌身上触目惊心的伤痕 心惊得大了个哆嗦 接着才上下打量起了莫无忌 过了一会儿 嘴里唧哩呱说了一大堆 莫无忌却是一个字也听不懂 莫无忌信了一尘 他是地球上的顶级学者 精通数种外语 因为经常去些偏僻之地寻找草药 就连一些土著部落的话语 他同样有所涉猎 可眼前这老农说的 他是一点都听不懂 这只有一种可能 他到的地方并不是地球 老农见自己说了半天 莫无忌一脸茫然 他指了指一个方向 又几里呱啦说了一堆 莫无忌只能抱全感谢了一句 沿着老农所指 慢慢行去 半天时间过去 路上的行人逐渐多了起来 众多拿着手机 和开着各种各样汽车的人 让莫无忌再次以为自己回到了地球 那让他半句都听不懂的话语 使得莫无忌清醒过来 莫无忌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吓人 不但是因为他浑身的伤势 更因为他破旧古怪的衣物 在莫无忌走过的地方 路上行人都是下意识的避开 莫无忌也不在意 他大致能看清楚 这里似乎还是很有秩序的 至少到现在 他还没看见什么突兀的事情 落到这样一个地方 莫无忌有自己的计划 首先他必须学会这的语言 其次他必须弄清楚 这到底是何处 最后他必须恢复自己的实力 只有做到了这些 他才有机会离开这古怪的地方 这地方没有先灵气 在荒野显然是无法恢复实力的 只有跟随这些人前往城市中 获得更多的信息才行 又是约莫十几分钟的时间 莫无忌跟随众人 来到了一个 类似于汽车站的地方 看着众人登上了一辆客运汽车 莫无忌也跟着登了上去 没有车票的莫无忌打算蹭车 所以他没有坐在座位上 而是走到了最后一排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这辆车的质量和档次 显然强于地球的 而让莫无忌奇怪的是 直到他坐下 也没有见到售票员来找他 莫无忌看起来浑身伤痕累累 因为表现比较老实 一时间倒是没人再避开他 当然也没人跟他搭话就是了 等候了约摸十分钟 这辆汽车开动了 汽车一出站 一名依自虚的男子便来到了莫无忌面前 又是唧里呱啦说了一通 莫无忌见他手中售票夹就知道 此人是在问他要钱呢 莫无忌很无奈 他都坐在台阶上了 没想到这个售票的还是第一眼就找到了他 看样子 这家伙也很精明 知道自己没钱买票 莫无忌有些歉意的将手摊了摊 那意思很明显 我身上没钱 售票员显然看懂了莫无忌的动作 顿时又是皱眉说了一大痛 然后用手指着车门的外面 莫无忌知道这是让他下去 此刻汽车也停了下来 车门被打开 似乎在等着莫无忌离开这辆车子 莫无忌叹了口气 但也只能站了起来 别人合理收他的车票 他又能如何呢 不过莫无忌也不是死皮赖脸之人 他慢慢站起来 抓起身边那根从麦田中找来的 灰不溜秋的木棍 准备下车 没有车座 只要沿着这条马路 终究是可以走到城市的 就在此时 一个瘦弱的小男孩站起来 他拦住了莫无忌 同时从兜里 掏出了几张皱巴巴的纸币 递给了售票员 对着售票员又说了几句 那售票员虽然眼中还有厌恶 不过既然有人为莫无忌买了车票 他也只得作罢了 莫无忌也知道 是小男孩替他买了票 他连忙抱拳感谢了一句 小男孩听不懂他的话 但也知道莫无忌是在感谢自己 他笑着白白手指了指自己的座位 莫无忌没有去坐他的座位 依然在后排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似乎是察觉到莫无忌的态度还不错 周围的人也开始大量起莫无忌了 只是莫无忌这副尊容 实在是让人没有大量的欲望 大半个时辰后 汽车停在了一个更大的车站 在这车站门口 莫无忌看着周围繁华的街道和拥挤的人群 他心里清楚 自己是真来了一个和地球类似的文明星球 这里不是修真星球 却显然是个科技发展的还不错的地方 尽管已经是寻仙 但莫无忌在这儿还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了一种孤独 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城市 同样的 这里对他来说 没有一个朋友和熟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